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先出去 我跟夫人有话说 夫人 什么事能做 什么事不能做 且心里清楚明白 跟我出来 众达微服离开青州前往寿川 除了你没有人知道 是你在害他 且绝对不会害老爷 那燕信呢 你怎么解释 骞子钦柴 口闲天线 仲达真是没有想到他身边这个弱女子居然比她的权力还大 皇帝把那方印信交给你的时候 都嘱咐你了什么 你是不想说 还是不敢说 你不说我也知道 无非就是记录下仲达的一言一行 随时告知与他 是吗 请夫人 不要再问了 你不过是曹丕的提线木偶 你怕随时都可能杀人的刀 但是我警告你 仲达要是有什么三长两短 我一定会杀了你 现在就离开这个家 马上走 夫人挂机老爷 所以不管夫人说了什么 切都不会放在心上 我知道 我跟老爷是一个错误的开始 但打算我进这个家门的那一天起 我就没有一丝想要害老爷的心 切身不由己 切身不由己 但夫人放心 这件事 切一定会给你个交代 不由你提新客人 还能看发转我 还能去安葛 佯永儿 喜 Crit 知识却比身处乱世还要凶险 陛下现在已经扛不住 整个宗亲的反扑还有对抗 所以他才必须用老爷 去平息宗亲的怒火 他扛不住 就拿大臣的性命去当赌注 这就是他的为君之道 这些年我们什么风浪没见过 要真是闹大了 我们未必不敢与那些宗亲争一争 到时候看他这个皇帝 还要不要这个大位 夫人 就自尽这个家门以来 性命就跟这个家绑在一起了 如果老爷有什么三长两短 且也不会毒火 你少拿这种话来咒他 我还活着呢 他也不能死 你也不能死 夫人 我终于知道 老爷为什么离不开夫人了 别拿这些田园蜜语来灌我 以后再有这种事情 你就大大方方的说出来 别自己去跟皇帝顶 就要死在他手里 也犯不着 谢夫人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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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